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本期呢给大家带来一期双金龙的改版 这个改版呢 一般小伙伴都管这个角色呢 叫刷星格 其实呢 他也是有自己名字啊 叫阿波雷 这可能是 双金龙二代FC版最后一个沦陷的boss了 之前你像布鲁诺夫 阿波波 忍者 还有最终boss 甚至拳击手 大叔都录制过改版 今天给大家录制改版里边的最后一个boss 招式方面啊 拳呢就是这样的普通攻击 他的攻击是非常重的啊 这个难度呢是一个普通的难度 但是呢小兵也扛不住他这个肩状啊 基本上一下就挂了 这个上梯子的斗作呀 非常的痛苦 表情都扭曲了 因为呢这个角色没有上梯子的截图啊 所以说呢 这个改版作者啊 就用了这样的一个贴图 还行吧 你像阿波波 这个上梯子的话 就像做尿盆一样 这名角色呢 除了拳脚啊 拳和这个 铁山靠之外 还有一个技能呢 就是二段跳 在空中跳得非常远 这也是为了解决后面的很多这个 需要跳跃的部分 因为这个角色的 普通移动力啊 实在是不给力 他还有一招啊 就相当于 起身攻击了 但是被抓住之后 仍然是这个 是一个四连击啊 相当于 比利兄弟的勾拳 一个四连击 应该是差不多了 空中还可以回身 用他打应该是很快 这个下梯子啊 就像是挨打一样 咱们尽量多用 这招 有效率啊 撞一下就挂了 用一二段跳啊 躲了一下这个子弹 好 都扔下去了啊 这个移动能力啊 也是非常快啊 因为他不像忍者啊 给大家录制忍者的时候呢 忍者的走路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忍者给了我一个手里剑 技能就这么四招吧 就是普通攻击 然后接码 哦 这吸力好强啊 他应该是捡不了东西啊 我始终是 我始终想看这两个家伙打一架 给了我一脚 清完 第四关对阿伯伯来说不是很友好啊 对这个 哎呀 不仅是对阿伯伯 对我这个角色也是啊 就是下面的机关的部分 因为我移动速度慢嘛 很难在那儿很快的通过 我估计啊 很多小伙伴玩的时候就反应 有可能要损一条命啊 因为很多boss的改版呢 这里啊 就是透明的啊 显示不出来 自己打自己啊 这个版本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这个人物啊 这个颜色啊 你看我这人太宽了啊 还行啊 还行 挂了能有 大半条命吧 就等于过来 一肩板 哎呦 这个小兵一肩膀没打死啊 这个厉害了 这要三下了啊 这里啊 这里啊 好好走 哦天 我互相照亮了一下 我俩谁没打到 这里要走下去啊 别跳下去 万一跳出一个超级跳啊 麻烦了 想要鞭子轮我 哎 因为这里也有超级跳啊 我试一下能不能就是 一下子啊 从这头跳过去 跳中间那个 哎 可以啊 可以啊 这个操作不错啊 尽量避免麻烦 要上这个东西 这我肯定会被砸到啊 就凭我这个情节 这回利索啊 跑出来跑出来 我这个技能有岩石啊 有岩石 他不是说马上能用出来 哎呀 不不不不 这个费劲了啊 跳这个费劲了啊 没想到有这个弊端 哎呀 好 这等于给我烫上来了 跳跃实在太不灵活 好 没出拳击手啊 出了 看谁厉害啊 他没挂 下来收拾他 这个岩石要掌握好啊 这关对我来说呢 不是非常的友好了 因为我这个人物呢 跳跃实在是 实在短吧 把这先过了啊 上这边 把他撞这边来啊 这招还可以防空啊 往前带在屏幕啊 让最后一个乐焦点也出来 慢慢来 这里要利用二端跳过来 这好我下蹲啊 这里这个boss呢 注意啊 不要你想着 把他推到金板上啊 这很容易 造成bug 因为玩最终boss版的时候呢 大叔曾经那样干过啊 他头盔下去之后呢 不消失 这就等于 卡在这了 好玩事 这里也马马虎虎过来了 好危险啊 直接给我从天上砸下来 行 离这火远一点啊 他燃烧的范围对我来说有点大 这关的boss也是打自己啊 其实他完全可以再多设计几个boss啊 这个敌人兵种的出现重复率还是有点高的 这个MC版本的双进龙啊 一共三个版本啊 始终也没有解决敌人充数量比较高的这个问题 拳击手啊 吃了一套四连击 哇 扛打啊 这个货扛打 上来 哇 这个也更坑打啊 四五个肩膀不死 打一半 停手了 哎 这招赶路不错啊 速度是很快的 四连击的威力应该还是挺狠的啊 当然你之前呢 这需要准备动作 需要跳一下 没办法这个直接施展出来 可以起身的时候用 或者跳一下 咱们老老实实走这个吧 我怕我直接跳下去啊 直接就挂了 使用比利兄弟的时候可以直接跳下去 几米啊 比利是可以的 这里一共三个boss啊 阿伯伯就两个 哪个阿伯伯可能要顶三下吧 哎呀 真是难受啊 因为他们速度都很快 还好我肩膀够硬啊 我天 这打两个 打两个自己 好干掉一个 我这个啊 是他救出来的啊 直接打进来了啊 直接打进来了啊 哦 通关 这也太不抗执了啊 那好吧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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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期再见